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又是賣儀,暗黑熱血的雪凱嫂 今天是暗黑的何姑 你永遠都要練成一個人,今次就不見了什麼,不見了毛鞋了 是啊,為什麼? 毛鞋因為他不是萬聯粉絲,所以被技術性擊倒了 可能要去了法餐店,他現在很慘啊 我們快說正題,快點 好了,今日講的 topic就是,我想有一定的機靈的人士 你小心點,機靈 機靈 他的意思是打機的年齡,但你這樣說的話就很嚴重 知心機迷會不會好一點呢? 是啊,沒錯,shack out 我想是知心系列 甚至可能是因為他而去墮入打機的心願 或者是從而令他去接觸什麼叫三國 沒錯,就是我啦 大國人也是,過年代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光榮的三國字系列 Yeah,你終於講這個系列,所以我來做這個嘉賓 首先我想說光榮的三國字系列,要先釐清一些九字不清的關係 就是他跟信長和這個泰俠立自傳 他們有什麼互動的關係呢? 說過媽媽啦 媽媽生這個樣子我明白 這個先後關係就是,如果沒有這個信長之野望的成功呢 光榮是不會突然間去大量生產這個歷史以為背景的遊戲 沒錯,沒錯 沒錯,他應該會做多些後宮佳麗的遊戲 Fish Game 沒錯,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是做一個廚藝企家的 沒錯,其實他也是做一堆人的互相鬥法 那時候就算是鬥後宮的啦 其實我想他最初是出曹操傳的 曹操和很多老婆在一起 或者其實,如果回歷史數據告訴我 每一代的信長出現之後 在半年至一年之內 三個字的新一集必定會登場 其實他的ERPAN是這樣寫的嘛 而最後就是,信長就是三個字的測試版 因為這些三個字,想自行的系統 成熟版之後就會放回三個字的正傳系列 有些像Intel的策略 兩年一個大改版,一張小改版 大家互相收訊法 這個市場的測水溫的方法 就是靠信長 信長所以他的犧牲是值得一個紀念的 說到這個樣子 但他不是一本能子,他只是一個亞洲犧牲 其實他犧牲了信長之夜望的粉絲 我想有些人認為信長之夜望才是光明真正想做事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其實早期可能是 但市場始終都是三國為主 買到錢就是王道 我們在座都是三國的忠實粉絲 但信長我對他都是一半的愛 你說日本市場都是三國比信長的 就是你的數據來說 後期一個衍生 就是泰國立自傳 這個就是信長擔當戰略的部份 泰國立自傳就是關乎人物互動的部份 我對日本戰國史裡面 風神秀吉喝什麼茶 用什麼茶具 吃什麼人都是靠泰國立自傳才知道的 你寶貴啊 他要靠不斷搞茶會 加多少點數啊 沒錯 泰國立自傳的感覺已經是去到一些走RPG的路線 另外一個路線的試作來 所以就會令到就是為什麼去到中後期的三國字系列 會加入那麼多人物的元素 什麼結婚生仔啊 什麼比武士啊 泰國立自傳的 因為泰國立自傳的成功 令到他希望在三國字裡面 同時間讀入了他想將信長和泰國立自傳的意合為一 就是成為真正的三國字系列 這個工具呢 其實你打信長一定要賣火槍的嘛 而你和這個武將和工具之間去打仗之間的關係 當然你三國字一二有那麼明顯的 去到中後期那些呢 嘩 我發覺地圖大了之餘呢 寶物都多了 這個真的很開心的 這個真是 好像機戰尋暴一樣 死亂去找的 所以變成我最初三國字二的時候一晚可以爆機 去到後來那些呢 我打了一個月都爆不了機 其實第一個原因是那個呢 戰鬥的流程越來越長 又不長煩悶 因為他細密了之後就會令到就是 本身一個很簡化的系統 慢慢每樣東西都細自發 令你真的感受到所謂那個叫做 示威遷 一個武將或者君主要擔當的一些責任 在裏面這個元素都擺了 郭忆德山仔 最初第一和第二的時候很簡單 我們只要拿到諸葛亮 那諸葛亮幫我們叫所有人走 我試過我做一招很屈人的方法就是 吸聲大法 對呀 加了智力一百以上 之後呢 他不斷就幫我叫人 叫人 叫人 叫所有人的人 然後有君主 沒有人 然後用外交叫他君主投降 吸聲大法 早期就去玩這招 這個一二到三都還可以 為什麼呢 他早期那些強弱是很懸殊的 尤其是我再將他提到 又給他幾本書 交到巨 可以交到一百零八 總之一百零八就一定有機會成功 沒錯 後來我盡修天下兵器 先人的衣也在我那裏 諸葛亮也在我那裏 還要曹操 還要新武將 曹操做我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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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第一隻一定是江榮的這隻三國詞系列 沒錯 因為三國詞第二代開始玩 第一代我是沒有玩到的 而當時我玩的時候已經是90年 平常是91年之間的開始選擇 我後裏一點點 但我還是由二開始 但二其實已經有卡拉麟 即是由顏色的字 有顏色 已經有些bitmap 是比較容易為人所接受的 那時候你是用386機還是486機來玩 我在用386機 但是有些朋友還用 很多朋友就用286機 什麼是286呢 什麼是遠古的機器 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 你一定要配上卡拉麟 一定要卡拉 一定要卡拉麟 你用黑白的雕屏是OK 但是震撼度是不夠高的 卡拉麟不代表它不起一顆 你只是看到一顆二顆 但那時候是一個突破 這畫面很漂亮 你突然看到一個 它雖然是起九雅 但它們的動動當中很流暢 你說為什麼會促使江榮會 因為這三個字 第一集 他獲獎 他獲獎 日本裏面最受觀眾歡迎的大獎 所以令到他對這個系列 充滿信心 重新去檢視 因為第一代 可以告訴你 所有能力是隨機的 哦 而第一代 其實當年很容易考驗 就是所謂的適宜系統 就是隨機擇適 所以當年可以做到一件事 你可以擇到一個一百字力的流尾出來 這個其實是受到RPG那邊的影響 是的 當然第一代裡都有很多不完善 而且電腦的操控 其實就是AI 甚至是用作弊來應用 不要緊 其實大家那時候是不會要求公平性的 其實大家都在玩作弊 是的 因為這個情況就是 我也是鑑操 突然間那個武將 我給他三把劍 給他爆一百的 怎麼用 三把劍 不是的 可以的 他可以累積到 對 大家不要深究了 合理性方面 這個很好 他啟蒙了我 就是 他是每一個人 假設他的參考 就是三角演義 來定他的智力 武力 高低 或者魅力高低 你可以有些道具 可以附加到他 這個是一個很學術性的構思 機前 想功率 沒錯 就是他把他所有量化到 機前抄距 這個很重要 就是 CRPG加裝備 他的概念就是 大約是那些 而第一代裡面 其實最重要是確立了什麼 他是確立了所謂的 內政和軍事系統 不分開 但這個是很初型 很初型 但是他真的影響了三個字之後的 一切 外交那招 不見而屈人其兵 我真的承認 我是因為打完三角志二 才開始認識中國歷史 我真的承認 因為我是李科人 我以前是為考試而去讀書 然後我發覺 咦 然後我開始問 為何張飛真的這麼蠢 然後我開始會對比三角演義和三角志 很瘋的 那時我把張飛推到過90 我給了所有的 他只有七十多而已 那年代還有一個神器叫P.C.T.O.S. 無所不能 但問題是我就把那些綠套 把那些藏狼書給他 這個是根性系的玩法 沒錯 另外你說軍事上 其實他確立了一件事 到現在都辭之以行 就是由一位武將去統率一個部隊 這個設計 其實令到日後 基本上所有戰略遊戲 都是以這種單位形式去進行 我記得三角志到後 後來有副將 這也是以一個武將為基礎的單位 但當年所有模仿 或差不多 像什麼象星錄之類 都是用差不多的結構 影響非常深遠 影響到整個企類遊戲 或者可以說的一個進程 為什麼阿樹來說 我實在這麼有反應 因為現在我也在搞三角度背景的卡遊戲 我第一個面對就是 我要定不同的武將的能力 那為什麼可以量化它呢 另外就是它有什麼技能 甚至有什麼組合 其實它最初我們看過三角志 光臨三角志 它這麼多一代當中 其實它都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它先有一個溝通的共通語言 就是用一個數值 用100均 去表達到不同武將的高低 然後你如何可以彌補互相之間的高低 就靠一些外來的道具 然後再加上副將 加上其他不同的技術 你也有栽技 什麼滑索 特技和兵種對應 雙刻的東西 它非常之好 就是它用了一個二次元 大家明白的0101的東西 去模擬到最接近真實的東西 開始加上兵法 配合地形 你的兵種 真的很厲害 很強 沒錯 現在我不斷嘗試 如何放進卡鏡裏 這件事大家提出這麼多 可以叫做三個字 是兩名的進程 我們現在 在第一集的四年之後 終於推出三個字 這就是在座 何故 Shadow 和我第一次接觸的三個字 這個革命性 去到後期很多 所以重製版 甚至NDS版 其實都是 建基於這一代 去再造出來 但是可以很老實說 其實第二代 是一個失敗的作品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代 其實是經過這四年之間 其實它沒有很認真地 把第一代的一些很固有性的問題 去做出一個改善 不可以說 其實它的核心系統 就是中了 第一代沒有記載 簡單來說 它是第一代的複製版 對我們來說 我們沒有打第一代的話 第二代已經很震撼 第二代其實只是 畫面的非弱性成長 對比第一代 第二代的人最大的喜悅 就是因為Color 但問題是當時 電腦波爐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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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年代的人看 就會覺得這件事很厲害 很重要 你現在的3D 那時候我馬上問 暗黑就是 你是用360或360去打 這是很重要的 你是否用Color Mons 如果你用486 比較厲害的 就出來的效果 就很開心 在那個年代 那些遊戲 不是大家現在 一按東西就動 是用Low 畫面是慢慢掃 多次的 沒錯 所以你三八龍 四八六之間 黑白和彩色也是另一個 對方 實際上 其實光榮 所謂的威力加強版 並不是由他真正出威力加強版 其實是由他這代已經開始 其實是由他這代已經開始 對方 剛才你說失敗 其實我又不覺得失敗 為甚麼 就是他可以操控到彩色的技術 其實這個都想一個弱盡 但只不過這個弱盡 在現在 2011年來講 就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幻想一下 在這個 十幾年前來講 90年代 90年代 90年代左右的時候 1987年 1987年 應該說 當時那個年代 是容許到這些所謂的 現在已經是不容許這些事發生 這是基本要求來的 其實他都有一些改變的 在界面上是有改變的 是相對起一代 看起來是容易理解的 這是一個操作性的成長 而第二代 最重要的 就是第二代 第二代加入了一個 影響超大的系統 單條 這是很開心的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對 當然大家知道 其實在古代戰爭 是不會有單條的存在 這個影響了很多 就是什麼呢 所謂兩軍對陣之後 兩個主將 在兩軍對陣之間 單條的浪漫 最初是沒有一個 那麼流暢的動畫 往後 單條的時候 看了動畫 享受了幾十秒鐘 幾十秒鐘 試試看 有個別奇事 三個字 但是 這一代的單條系統 其實他是想重現一件事 曾經有人訪問過他 是想做一件事 他希望做單條 大家都記得 就是大戰三百回合 過五關 就是三百回合 他在遊戲中 也忠實了 重現了這件事 就是當兩個武力相約的武將 在對戰而出現單條的畫面 那一戰是可以打一整年 但是重點就是 多數我們看他弱 我才單挑他 我明知和他細君 他比我的更多 旅報來單挑我們怎麼會瘦呢 一閃 所以剛才說 趙靈你說的東西 我們不會發生的 我們都是此強另弱 我覺得就是 在這一個年代裏面 畫三個字的玩家 大家都很認識這件事 怎樣去用最邪惡的手 所以就是 最有效率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斷被人救病 三國其實是教壞小孩 教你怎樣 就是這一個絕註 即是折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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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則實之 實則虛之 那這樣 很有教育意義 沒錯 都是暗三國字的 所以這一代裏面 縱使他沒有在系統上 架構上 做出一個很大的更新大 即是他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即是他想嘗試的元素 雖然未必說去到盡時順利 但是 確立了三國字的系列 往後的一個方向 你可以說是 這一節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 要更加興奮 很重要的三國 原來就是三國字三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進入三國的 浪漫 激情 驚憤 90年代 其實經過三國字 這個叫做 熱身 最終於90年代 開始競爭激烈了 因為那個年代 其實有很多SOG遊戲出現了 最令大家數字是火焰之紋商 王家騎士團 這個更重要的 這些遊戲開始都逐步吸取了前一輩的成果 演化了自己的特色出來 還要打得很簡單 打得很燦爛 就是升級系統 令大家加強大家的快感 然後跟著開始 《光明自然》 《光明自然》 都不甘是弱 《吉比神》 終於開發了 在1992年 就推出了一款革命的遊戲 《三國字三》 這遊戲影響了心軟 有多心軟 在圖像上 由4色到16色,即是我們再不是看到紅色、藍色、RGV在卡、白色 這個都要牽涉到電腦科技的進步,而且我們要貴多幾千元買個漂亮的卡啦! 我還要買顯示卡啦! 沒有錯啦! 如果你不是那張卡出來,那些是變成手機的! 另一個特點就是它超越了那個年代裡面那麼多的SOG 就是它用了45度的鳥堪式的畫面 這個在那個年代裡面,在它推出的時間,只有它一隻是做這種東西 我講大家的一個比較就是,我打三角志二的時候,我在大學宿舍 就可以一張TOPP,1.44MAT,小一點就可以裝滿整個遊戲 連同十個要爆機的scenario,但是去到三角志三的時候 那時候是要五至六張TOPP,那時候是沒有CDWARM的,麻煩大家 我還在用小的TOPP或大TOPP那樣 那時候要大,因為我用大的嘛 小的就是三隻,大的就是五隻,五隻,六隻 六隻搞很久的,只要install的過程很慢 插完之後,請你換一隻,插出來,插出來,要小心 過程之中包括一定會出現的壞點 所以我真的恭喜你了 現在大家就說服飾是用CDWARM的,我們那個年代是用一些殘忍的方法 隨時就出事,這些很慘 還有一隻跟一隻,install的過程是非常慢 對比大家的就是用CD,沒有DVD才不斷換CD那時候的痛苦 不過我還以為家庭聖意 那個TOPP還要是非常軟弱的,又緩慢 還要你咬一不慎就不單是會毀損到它 我還沒記錯,五吋的TOPP都用薄的三吋 對不起,我們沒有討論DVD 總之容量大了,一句話說完 剛才有四倍了 容量大了就吃過一個問題 硬碟,當年硬碟這東西是非常昂貴的 沒錯,所以打這個遊戲 幾十m,沒有GIG這回事 沒有GIG這回事 那時候還沒那麼GIG的,有買二 九九年是,我記錯了 其實那時候是幾MAD的,加上自己記錄不同的內容 總之那年代,如果你玩過的人 因為玩下去,一開出來的畫面 會出現你嘩一聲 就出了三角字,三角的Logo 而且不單是圖像上,是音效上 他也做了一些,因為當年三角字 其他一些,我們大家最 committee的是洗腦的 哀哀哀哀哀哀的聲音 さら唷哀哀哀 單是拍到哀哀哀哀而已 家長 是經過的然後沙漆 Claud自己喜歡的 而且是跟他一樣 奧哀哀ー 電腦很昂貴的 只是發音音效卡 最便宜的是幾百元 但這就是音效 爆發不到現在的錄音 WaveDong的聲音 所以最早期三國志三不是那麼流行 是要過多一段時間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換到電腦 即是你換了電腦 即使你不是換螢幕 都要換Display Card 或是換Sound Card 你發覺現在就好像很幸福 但那時候要省錢 幾百元顯示下 那時候的物價 那時候幾百元和一幾百元是兩個概念 接著你要換多二三千元 買一個漂亮的Color Mode 當然是職位票價 我們覺得是 但當時有些系統中學的朋友 父母問為何要換機 要學習 對 其實 三國志三 首先確立了一個 我想現時為止 都還在沿用的系統 它的地圖系統 46個城鎮 去到現在 應該說任何的 只要涉及三國的地圖的概念 這46個城鎮 它46是加上關 它不只是陣 應該有幾億鐘加上關 22個關 對 後來就會多了一些 地區小戰役的場地 有水戰和陸戰之分 補充一下 一二代可能未被人玩過 一二代其實是一個地圖 好像現在 一格格地圖 像美國的不同州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為何我們講到三個 會說有一個飛躍性的成長 就是因為跟一二的差異 很大 因為它是用州的 它是用城 再加上關 所以它打了很多不同的戰役 其實它當作藍本 就真的會用這個三國演義 這個設定 其實我沒有記憶錯 應該是去到第九集 都依然是沿用這個設定 就是去到二 即是中間要什麼 起糧倉 對其他東西 要搞粵犯 真是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最突破就是可以在城以外迎戰 因為有關 野戰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這個就好像古老關 真的有高對決 打完破了關 再衝進去它的城 打完 還有戰鬥裡面的部分 加入了地形概念 這個要的 因為它重點就是 以前我們只看到一個大地圖 即是大家全部人都是 很厲害的 要知道你是這個宣權那邊 各個都是什麼都可以的 地也可以 騎兵也可以 每個都是全X的 然後他開始為了每一種兵種 每一個國家 甚至每一個地形的人 互相呼應到的事情 首先就是有騎兵 還有不用錢的步兵 還有戰 還有水 還有水兵 還有興州和 蒙聰 那些 很厲害我靠這樣 認識到蒙聰 那些 蒙聰 那些 蒙聰在頭向前衝 好像不是他笑 其實不是單單說 就是加了兵種 它連累雙人之間的元素 都放進去 要買賣 買賣 對 燒兵買賣 南方地區買船是便宜的 是 南方地區買賣是便宜的 是 但大家都是要付錢買米的 沒錯 米價可以玩高買低賣 你真是賤 這個米價的變遷 理論上是電腦隨機的 不是 有批論 有少少批論 例如濕狂 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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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說要吃飯 所以變成複雜了 三國至二的時候一晚可以爆機 到後來要整個月才爆機 還有一個原因是地圖大了 走得久了 這固然是,他覺得值得一點 說真的,我認的 三國至二和三的時候 我是去旺角 神秘距離 我認的 四個我沒有打的 一條去五和六 那時候我真的一盒東西 是二三百元去旺角調中心 光雲之遊是特別貴的 是二三百元 那些是百多元 日版的時候有些專定日版 是七百多元 我比較壞,我當時是買台灣回日版 買台灣回日版 你說在 不計內政部分 在戰的部分 日和夜,晚上是看到對方 會被人突襲 這件事其實 很多我們認知的戰略基礎的部分 他已經導入去內部 加上有霧 下雨我就不敢肯定 下雨有 因為他變了火工 火工 封了 因為有借通風 大家放火 第三個特復 火工的確是大能力 三角裏面三場最重要的戰 都是靠火去燒光別人 所以其實在三角時代 火工是厲害的 第二個 慢慢到第六 第七 有水染七軍的個案 可以真的放水過去 很厲害 然後就好像突 單挑方面 越來越靈 動畫 這樣也叫靈 這個年代有限制 你不要用現在的Playstation 去比 你被寵壞了 小孩子 他會重現武將在前逗 或者如果一個武力和武力相差太遠 所謂的一點秒秒殺 沒錯 三角節大戰 就掛了 然後他就會崩潰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代一代的進步 但代價是什麼呢 就是後來我是刻意想看動畫就算了 其實有少少女子大過主人婆的感覺 但真的挺爽的 這是一個快感 沒錯 其實三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變革 就是能力值的改變 是的 這個影響很大 因為他的能力值 其實他真的開始 因為武將多了 所以他為什麼會傷他的年份會這麼大呢 就是因為他要將歷史上 有名與沒有名的武將 他要去做一個定位 究竟這個武將的能力值是去到哪裏 當然當時還是很粗糙的 你會見到就是你不會明白 為什麼司馬營的智力會是低過 這個諸葛亮 低過諸葛亮一定是肯定的 是的 諸葛亮在這個世界裏面是無敵的 因為他是基於三角演義 所以這個呂布一定是最強的 但問題是他智力是最低的 他低於張飛 而在這一代裏面會見到就是 通常武力高的人 他的樣子都特別低 數字都特別低 除了關羽 除了關羽以外 那些全部都是張俠 張遼那些 全部都是奇奇怪的 因為當年他想做一個定位 就是這個是一個武將 這個是一個文官 這個是一個軍師 即是他想去確立 即是很基本的確立 就是給你認知 就是縱使你不認識這個歷史人物 周瑜以外 周瑜他就是在這個設定當中 周瑜他就是沒有相傳的 在這個設定當中都是 周瑜他就是沒有像樣子 沒有像樣子 但他都是靚的 是靚仔的沒有像樣子 其他那些真是真靈雙眼 像張飛那些 嘩 嘩 嘩 或者可以這樣說 他是想確立 即是他怕 因為始終日本本土 未必真的有那麼多人去了解 或者心裡 喂 連我們香港那時候都不了解 劉關昌我就知道誰 大佬 後面那些 不要說去到二三線 你就是 魏那邊的五指糧將 數得出的有多少人 反過來 好像說有些熟那一面 其實你真的講了幾個 對那個年代我們香港 我不是讀文科的 我讀理科 我沒有讀中史那些 我真的靠這個遊戲 我認識了這群人 極其量 去到五國更加是陌生的 還有他細心程度去到那裏 每個武將 其實他當時是確定的 譬如你要找到國家 你一定要在許昌附近做搜索 你才會找到國家出來 除非你是玩假想歷史 不是你玩政治 他就是很勢力 每個武將在哪個地區 即他又在政治裏面提及他的地方 就在那裏出身 這方面其實是很勢力的 不過當然有些可以彈的 因為他太過用了三角演義 而不是三角字 所以總是失實很多 其實這是一個趨向 他後期比較修正 再貼近一點 但他也是以演義為大宗 沒辦法 因為其實我曾經在打的時候 搞笑 根本他都不是用三角二的根源 他都用三角演義的根源 根本就是一個三角演義 用三角演義根源去做 應該會沒有其他東西 不得不提 這個遊戲性方面 就有一個極之大的筆 所謂叫做叫人大法 這個我們最喜歡用的 因為當年他的數字是這樣計算的 譬如我要去招一個人回來 或叫一個人回來 就是魅力君主 只要靠軍師的智力 如果一個軍師智力說的話 他是計算一個百分比 若然他講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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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成真的 一定成真的 只要那個人的忠誠度 不是一百 你都可以叫他過去 就算一百都叫到的 只要你狂按 你要人多 你要人多 他有一個 random值 他應該試過 譬如招關羽 關羽是爆的 然後不停按 一下不行 兩下 十下 按到一千幾百下 總有一下可以 我覺得中間應該是成一個 random值 如果你撞中 就會是給你的 當然這個依靠一個隨機數 其實你可以說 中間有隨機數 總之破了一百 他講出來 如果是真的 就一定成真的 而當年這一招 為什麼這麼卑鄙 就是當你叫了那位武將 跟著那位武將的兵力 都會隨著他的過當 而過了你身上 這個是對的 其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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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帶得所有人離開 那這個 如果有人說他叫你 等於他可以保險公司 我叫隔壁 我叫隔壁 我沒有這麼先的 但是根據後面那類的作品 通常是說 如果你叫隔壁 他本身在城裡面 即是沒有出兵 就只是隔壁 但當你檢查了兵 帶兵出去 你就會叫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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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對方沒有武將 有兵都沒有用 隔壁 隔壁 我想到另一個更壞 我不肯定三國那邊有沒有 但是順序一邊是一組人 你那組人 你那組人 有一個人被人說得了 暫時沒有 因為這個年代 暫時沒有去到所謂的政將和副將 都是一人一人 然後你對兵就殺了 對 正常其實沒有一個人 但其實根本不用打仗 因為我們已經吸了對面 只剩下一個人 我們那時候就是不戰而不騎兵 最終的就是 根本令不戰場都沒有見過 那時候最初是什麼 當然你想最快爆肌 是沒辦法 被迫要選擇劉璧 因為劉璧的魅力最高 而劉璧最容易 劉璧最快 我覺得曹操是最快 我覺得曹操是最快的 對 看是哪個情況 很大影響 對 簡直 中期當然是曹操 但最初 曹操都是自己本部 升下樓 只有幾個朋友 你拿劉璧更快 劉璧是很容易把旁邊的武將 不是 你說這個條件以上 其實你可以說 有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要吸民兵 除了去叫人的東西 將自己的武將 前進去對方對武 然後就反過來 這個真的很棒 這個很絕 我加到 這個其實我是那時候 最喜歡用的第二招 但是 那些人研究究竟 可以幾快爆肌 而你最快爆肌 很肯定就是 他用的方法 全部都是極致的 總之 最快爆肌的方法 就是不進戰場 不戰而屈 人之兵 完全是體驗了 孫子兵法的最高境界 很有智慧的遊戲 同時用五個角色 其他軍主用了 紅色衣服 偷衡 我要偷衡 最快 孫子兵法 所以就是 在這個遊戲中 孫子兵法加的智力 是加最高的 是加十點 我想問是哪一代 開始可以自己創立新君主 第三代 我當時很瘋 我是用這個 積田信長 帶著德川家 帶著神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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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名字 拿著後宮的名字 這個是你才有馬爾 就是為了貼合 這些夢想 在那時候 不是只有男 是可以創女君主 一定是女君主 不是的 我後來玩到什麼地方 女君孫女平台 馬雲6 是不太快出的 但那時候已經很喜歡黃月櫻 有孫上香 那些 我試過弄了一個 是女兒角的 因為 在三個字三裡面 唯一的女角 只有一個 足用 但後來有些其他角色 在哪一代開始有 那些要去到第四 第五代 三代要自創 唯一一個女角 唯一一個女角 只有足用 是 所以這方面也能夠體諒到 證明有馬爾那些 潛在的慾望 可以建立你的後宮 所以第三代這一代 其實 擴立了一件事 三角等於光榮 所以 這個公式在裡面 其實在第三代裡面 建立的這個公式 其實現在變了 我又覺得 他最初打算用信長那些 或者他用日本戰國史 來做一個主導 但後來發覺市場上面 三角的成功地步 他都沒有出德川家康 但他出了這個信長 出過這個 鳳城守吉 不是要出德川的 證明就是 他覺得 得什麼川 三角搞定 不是好得川 其實 你真的說銷量上 泰銃紙傳都是失敗的 是完全失敗 因為他發覺他之後沒有再發展下去 其實你說去到這一集這一節 最後一個 其實為什麼 江榮這麼固執地要 一定要三角 其實並不是說 那個主題 因為他過往的成功 是依靠三角而言 他說得川家康得的 或者調音診 封城守吉 可以的 狂出泰銃紙傳的第十代 那個就真是 那是市場出現定環 是他的歷史因素 就是 他上面那些高層 即是力帶著 看數 看數 三角是發達的 但是現在江湖傳聞 就沒有十二 因為他已經跟另一家公司合拼了 已經 技術都沒有了 這個我們就這樣講 後話了 這一集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之後再繼續 討論其他的集中 我們之後再繼續 討論其他的集中 我們之後再繼續 我們之後再繼續 討論其他的集中